馬路上一陣喧嘩 民眾外出查看 才發現一名黑衣男子 左手抓著紅衣女子頭髮 另外一手拿著目擊 還往對方頭部猛砸 一連打了十幾下 男子沒有收手 還繼續把人拖到了入中央 最後更將女子踹倒 動作越來越激動 讓原本圍觀民眾也看不下去 報警後急忙上嫌勸阻 這起恐怖的當街打人 十二號下午三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大社區 觀音山風景區的三角下 眼看男子情緒激動 還好警方及時趕到 原來四十九歲的紅衣女子 是一旁卡拉OK店的老闆 而五十二歲的神姓男子是酒客 男子酒後懷疑對方上單灌水 居然就情緒暴走 女老闆全身多出擦作傷 最後緊急關店送醫治療 而陳姓男子也被依三強罪名移送法辦 如今消費糾紛還沒釐清 衝動打人的後果 恐怕得付出比帳單 多出數十倍的慘痛代價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